在主题森林中销量第一的Wordpress主题Avada到底怎么样 Avada的主题到底合不合适做外贸独立站或者说企业的官网呢 那在这节课教程中跟大家聊一聊Avada主题的一些优势和特点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由Wordpress花园为大家提供的Wordpress新手入门视频叫成为专门Jack 我们Wordpress花园呢是专注于为企业级客户提供这个Wordpress的一些技术开发和网站推广服务 那么我们在为之前很多客户服务的过程中很多的客户一直在跟我们聊Avada主题这个事情 很多人在做Wordpress的时候肯定是听说过这个Avada主题的 为什么因为它是国外主题森林中排名第一的Wordpress主题 它的功能确实很很不错 用Avada主题呢可以做出好看的网站 而且是可以有搜索引擎上排名较高的这个一个SO优化 在我们Wordpress官网这里有一个Avada这个页面 从这地方可以登录看到这个页面 就是我们这一节视频中讲的这个所有的一些内容呢可以直接通过网站访问看到 好那么因为现在很多国内的人做Avada主题代购嘛 这种是很扯淡的大家不要去相信这种代购 直接去官方渠道购买就OK了 要上主题森林中去购买就好了 通过我们这里Wordpress官网上这个是最正规的渠道 那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vada主题到底是有什么好处哦 第一呢他他最近Avada主题更新到7.1版本或者说7.1版本 他有个新的功能是可以让你直接在主题中创建表单 那我们做网站肯定是为了收集网站访客的联系方式 对不对就是表单 之前的话是用contact phone7 不过现在Avada主题自带了他自己个表单构件插件是其实很不错 特别是对于外贸独立战的朋友啊 那么现在他的另外一个新功能就是可以让你编辑这个你的网站的header 顶部地区的一些内容而且是可以自定化编辑的 这个相对来讲非常灵活了可以看到很多主题是没有这样子的功能的 但是Avada主题他做到了所以为什么Avada主题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主题吗 那现在呢他不仅是可以让你编辑网站的顶部 还可以让你编辑网站的底部 制定一个非常就是富有设计感的一个底部 是不是大家看到这里确实比一般那种免费的或者说盗版的 或者说中国人开发主题好看一点嘛是不是啊 同时呢我们用Avada主题肯定是要 做一个商城会好一点这样子的话 特别是对于外贸独立战的朋友们来讲哦 所以呢假设你在这边购买了这个Avada主题之后 你在我们Wordpress官网这个页面你可以看到一些 我们自己录制的中文的清晰高清版 而且简单的新手教程 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跟着我们一点点一步一步学 用Avada主题用最低的成本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做出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Wordpress外贸独立战特别是任务commerce这里 看我们交情就好了我们讲的很详细都是免费的 我们交情是不收费的 在Avada主题这里呢有很多它的官方合作客户 你看像那个Microsoft微软还有亚马逊都是Avada主题专呃官方的合作客户 你看他们是多么多么大呀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作为想做个好的外贸独立战 不要去相信那种中国人开发那种垃圾主题 就是要用这种高级的高端的呃外国主题才可以真的 但目前呃有这么多个全世界方面有这么多个这个Avada主题用户者 各是百千万十万六十多万了 所以说很多出学者或者专业人士呢都是用Avada主题来做这个他们的网站的 所以你可以就直接去尝试一下 它是主题森林中排名第一而且就销量第一 而且这个是好评率最高的一个主题 它为什么好呢是因为它有很多设计元素 什么是设计元素就是就是现在我们是可视化拖拽建战的一个这个时代了 我们做网站啊特别做好看的网站已经不用不用代码了你知道吗 就是直接用这种模块画拖拽的方式就可以就可以去实现了 所以你买好这个Avada主题之后啊 你有这么多个模块元素 很多新手呢觉得这些模块元素可能有点难 有点难去使用不懂怎么用那其实也很简单 比如说做者模块啊评论模块啊相关文章模块都可以 所以如果说你购买完这个Avada主题之后呢 我们跟着我们Waterpress花园就是一起一起学 你把主题安装完嘛 安装完上传到网站上就是有这么多这样子的一些设计的小模块设置 我们之后关注我们Waterpress花园都会一直教大家怎么来 怎么来去做这件Avada主题设置的 而且呢现在你用Avada主题做一个网站是手机 手机端平板电脑跟PC端都能完美访问的 是省下了你这个时间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极大的优化你的网站的一个排名 所以你看这个是澳大利亚什么什么 他们那些外国人就觉得是哎这个Avada确实很好用 最最厉害的一点是Avada主题它内置了很多漂亮的预设的网站 然后呢你可以一键导入这些网站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不用求人就可以直接是瞬间有个这么好看的一个官网了 所以他Avada主题真的超级超级贴心 如果说你不喜欢他还可以删除对吧 然后你可以定义一下你自己导入了什么东西 还可以把一些第三方拓展插件啊都可以导入进去 安装一边币取插件比如说换能面插件这样子 所以啊我们帮客户做网站的时候就是先安装好Avada这个正版主题 要去购买一下然后呢安装一个掩饰的网站 就直接一导入就可以直接上线了 我们后面会有教程专门教大家如何导入这样子 Avada主题有很多额一些预设的网站 所以你不用写代码呢就可以直接做很漂亮的这样子 你去到这后台看一下就好了 或者说看我们之后的那个视频教程 同时呢Avada主题它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 它会跟一些比如说Revolution Slider 或者Layer Slider还有一些 呃七七八八的这个自定印字段的一些相关 第三方插件可以就是整合使用 当然这些是高比较高级的一些知识的 大家关注我们花园的话之后会出一些相关的 比较高级的设置设置方法 所以呢当然它可以就是呃跟这个商城啊 或者说跟日历插件啊还有这个论坛插件整合 都是一些默认的这个还有前面讲的contact from 7 联系表单但他们是已经出了自己的表单了 同时呢Avada主题是非常注重隐私的 它可以遵守这个欧洲的GDPR这个这个新的条款 所以呢还可以管理谷歌字体 这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方便这样子 所以呢我简单这一节课是只是跟大家讲说 哦Avada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是很觉得是很喜欢的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对这个感兴趣 你可以到我们 呃Wordpress欢迎官网 Wordpress欢迎官网 Wordpress欢迎官网 然后写信Avada这个地方找 就是找到这个界面 或者从这个地方顶部找到 然后呢看一看 学习我们的教程 或者直接去购买一下都OK的 那好 我们接下来就告诉大家怎么用一个 Avada主题来做网站 我们会有一系列几十个视频来专门教大家 如何使用Avada主题 跟着我们Wordpress欢迎一起来用Avada主题 做个漂亮的外貌主题站吧 拜拜